其實我們從接到微解封的指示以後 我們園區就已經開始在做護規的動作 包含清潔 尤其是消毒 我們這幾天其實都有做大範圍 趁著避原的情況做大範圍徹底的一個消毒工作 然後園區的整理的工作 還有安全 所有的設施都重新開機 測試 完成 然後座原系統 維生系統 以及類似跟客戶相關的安全的系統 我們也都做了一個完善的檢查 以被民間開園時候所要的一個聚酒 目前已經開始有客人開始在預約了 當然因為花蓮地處比較偏遠 大部分都會先訂房 訂房以後透由旅館那邊 也會跟我們做一個預約的一個動作 我們入門 入口當然一定會幫您做溫度的檢核 然後會做磁聯制 一些規定要的中心 然後進到園區以後 我們一些室內場管是沒有開放的 因為它可能會有室內群聚的一個問題 我們都是以戶外的遊樂設施 以及表演戶外型的劇場為主 那我們也會管制每個劇場的人數 依每個人1.5公尺可以做到的距離 因為我劇場大大小小不同 那我門口都會有人管制 而且我也會把門口限縮成一個到兩個之間 每個入口都會有服務人員 我們會計算人事 到達上線的時候 我們就會停止進入局長 整個園區 我們也會依照規定 以容留人數40%為上線 那因為我們有售票 所以我們在售票口就會計算人事 會要到達的時候 我們就會開始停止收票 然後也不讓客人入園 我會選擇一分鐘 我們會選擇